大家好 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永远篇第十五节 孟知凡不乏,奔而颠,将入门撤起马 约非赶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知凡不乏 孟知凡就是一个叫孟知凡的人 不乏,乏呢我们说过叫做 拿着斧子砍木头称之为乏 为什么乏呢,因为木头长得好符合我们的标准 那么自乏呢,就是自我标榜,因为我好嘛 我想拿不到砍自己嘛 不乏呢就是自我标榜啊,做了值得标榜的事 而不标榜称之为不乏 这个孟知凡的这个人呢做的不错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说啊,为什么说他做的不错呢 奔,奔就是许多人受到惊吓啊,产生恐惧 跑,称之为奔,那很快的,比跑还快 人说沙特啊,轻其力啊,奔跑,称之为奔 那么电呢,电通常是最早的时候就是指 工具啊,这个量具啊,通平的尺子啊 不是原来摆在村头上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财富的积累 也由于人心的变坏呢,要人去看着,看着以后呢 打个小房子,后来越来越多,交换的器具也多了 那还不行,那人按照相互监督,就增加了人数 增加人数,弄个小房子不过什么,建个屋子啊 越来越多的时候 嗯,大家这个生产力发达,物质丰富一点了,给建个大房子 那就是最早的政府 那么,房子越来建越大,哦,政府越来越,这个也是大 那么,这个电的意思呢,就是放标准器具啊 这个族群的人,祭司,举行公益活动 那么,这个君,君子,啊,这个,向为士臣贼,啊,这叫官,啊,处理,嗯,军贫纠纷 给大家主持正义的地方,比较宽敞,比较大的地方,称之为殿 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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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都奔了,都撒压了跑啊,哎,这个孟质返,啊,就是,像这个,政府的大殿一样,嗯,大房子一样,他不保,嗯,就给大家一个心安 你们政府还在啊,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官员在啊,我们政府在啊,我们的根基在啊 给我们最有力量的,这个,主持正义的电子,我们怕什么啊 所以,就是,叫,后来就是,电,演变成了,邓词,叫电后,我们放在那儿 好像,我有个电在这儿,啊,那就是稳定军心的作用 那么,有人,啊,在这儿,就是,我不跑 你通常跑在最后的人会最害怕,那么,他,哦,不跑 那,那,在他,前面的人,他是最后一个呢,就会心安一点了,啊,就不至于仓促,出错啊 起到稳定军心,你跑嘛,你放心的跑啊 那,他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就叫所谓的,啊,大家都奔跑,他电后 你做着这样的事情,嗯,大家肯定就觉得有责任,不错啊,嗯,勇敢 那么,嗯,快要入门的时候,啊,门是指城门,将往快要入门的时候 那么,这个,侧去嘛,侧呢,就是,嗯,最早人们,就是用来驱赶马的一种 用工具,嗯,就是用竹子鞭的,所以叫侧嘛,嗯,就是用这个,马鞭,打这个马,嗯,嗯,就,就演示,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嗯,边打边说,可以赶后也,啊,赶嘛,就是,这个,这个,鸟儿,看见了,这个,嗯,阿勒公,箭,哦,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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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嗯,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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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的人不害怕,那就说敢了,勇敢,就是,敢于面对,我面对你,我不怕你,怎么了,那么就说,哎呀,不敢,非敢,就是不敢,我不是我,嗯,勇敢,后啊,就是在后面,啊,给大家就做电后,就是,稳定精心,不是我勇敢的,嗯,嗯,去做的这件事情,麻不进也,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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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signed,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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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嘛 就指着是 最早我们祖宗赶鸡 鸡 跑的样子称之为近 所以说是马不前进 那么我就在最后了 确实呢 那么 这个人呢就是很勇敢 他只是说 自己不是勇敢是马 没办法 马不跑那么我就在最后了 那么孔子呢 说这是做人不乏的一种表现 那么当然了 不是说这种做法就是那么 怎么说呢 就是 真的是人的那种 其实也没有必要 那么你还是造了假 就是没有实话 那你勇敢就是勇敢了 那么在这呢 当然你至少走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 那么到最后就说 真正的不自罚 那么在这呢 只是说一个人要走到 不自我标榜 不乏的境界呢 首先要通过这种事情去做 好 这一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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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